其实背后是由主耶稣亲自的拣选 圣经照说 不是你们拣选我,还是我拣选你 所以我们是主耶稣所认识的 但是主耶稣用他极大的爱的拣选 透过我们的信,借着耶稣基督的血 我们在整个禁边的佛音工作大概也是在这四五年之间开始发展 我们要大大的感谢 因着我们遭遇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来经历这份信仰 我们在西里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接受这个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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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像一个盖房子一个很重要的地基 也是信仰的根本 如果一个房子的地基盖不好 这个房子迟早要倒塌 所以我们增加这五大教义的地基是根据在圣经里面 而且都跟我们的得救有绝对的关系 那五大教义里面还有三大很重大的圣人 我们的习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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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禅 为什么要列为这个很重要的圣女 有三个依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件 那这三个都是耶稣亲自来到市场来释放的 当时耶稣亲自做给门徒他们看 而且命令这些门徒要尊请下去 每一个圣礼都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 现在很多的教派几乎没有习教律 因为他们原始了过去整个教会的传统文化把习教律废掉 他们会认为这个师教律是当时犹太人 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封锁 但是我们是根据这原始的福音,根据这本圣经 虽然在整个整本圣经只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有记载西教 很多人说因为只有记载在一章,所以篇幅非常少 宣合金是不重要的 但我们真教的立场是不管记载多少 这个是神吩咐跟得救有关,那是一个尊喜的问题 哪怕这是一句话 跟我们就有关的,我们就必须来尊喜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些西教律呢 那西教律有两个层面 西教律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西教律的奥秘性 是正对心受洗的,记得受洗之后 这个教律是正对所有的东西姐妹来说的 这个教律是正对所有的东西姐妹来说的 这个教律能够成为余祖有份的教律 所以整个道理讲解之后,我们会实行这个洗脚 所以整个道理讲解之后,我们会实行这个洗脚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他的教律性 这个教律性是正对所有的东西姐妹来说的 这个教律性是正对所有的教律 这个教律性是正对所有的教律 我们首先就来查考西教律有什么样的奥秘性 我们来看约翰飞的第13章 在13章的一开始就这么样的记载 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快要放 所以在律师之前呢,他特别来举行这个洗脚 从律师姐说,他就离世的奥秘性 取了一个不乐的形象 在这种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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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中 就开始一格一格的听,替门徒来做洗脚 在这种状态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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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中 所以后又要洗脚 谢谢呢? 但是他们的洗脚是怎么需要替主人来洗脚 现在要替主人来洗脚 我的学生上洗脚 不比的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如果你翻不到圣经没有关心注意听就好 不然你常在上面讲你在下面也讲 可能有些道理你会听不清楚 我们就请翻译来读一下从第六节到第九节 在这段经文的心里 文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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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 episode 記得了一下 我愛塵 intelligence 血液 我們以為人 Bonjour 我愛塵 如果你知為人姓 還有一天 也是 我的人 我們生但手 一提需要的那個 elegante是 Sakamoto佩樂Д国! 心多少需要 知道他說 真是bla以前 在你的意思 basic всегда要不要 真的要不要 不能夠 寶貝托 кое indicated 其實يا 要哇 那从六到第十节当中,彼得对义书有三次的对话。 那这个对话里面,然后涂盖着彼得对习教理的一些疑问。 就是第一次当耶稣来到彼得的面前要洗他的脚。 那彼得第一个疑问是,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所以在彼得的心中在想,洗脚是古人的工作。 这跟我的风俗是违反的。 但是在这个洗脚里不是跟犹太的风俗是相同的,不相同。 在这个问句里面,他心中是抗拒的是疑惑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句,第七节。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句,第七节。 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你不明白。 他会给人家习惯了,他会给人家习惯了。 所以可见呢,因为彼得不明白,所以彼得就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现在不能,未来也不能洗我的脚。 现在不能,未来也不能洗我的脚。 彼得的讲法是一个带着客气的讲法。 你说我的老师,我们是学生,你,我,我们怎么可能让你洗我的脚呢? 所以,彼得在讲这句话是,他不明白洗脚你的道理。 那接着耶稣就回答。 我若不洗你,你就以我无份啊。 什么叫做无份? 简单来讲,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没有关系将来的福分,结果也跟你无关啊。 洗的最有份,不洗最有无份啊。 为什么主要说要讲得这么样的直接呢? 因为不直接讲,彼得啊,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现在为什么很多教官他没有实行这个洗脚呢? 简单来说,因为不明白神的道理。 所以,彼得一听见啊,如果不洗就无份啊。 所以,当彼得一听见啊,如果不洗就无份啊。 第九就是说,主啊,如果洗脚这个事情。 就能够让我们跟你有份。 如果彼得只需要洗脚。 你不当我的脚,连手汗头都给你洗好了。 所以,从彼得这个反应来讲,我们看见了彼得终于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什么道理? 明白洗脚理跟主有份的道理。 彼得很激动的讲,如果别人就需要洗脚,我手跟头都要给你洗。 所以,我已经有些要洗脚,不只要洗脚,不只洗脚,不只要洗脚,不只要洗脚,不只要洗脚。 所以,如果让我们洗脚的脚,我们会继续地洗脚。 有人为了穿飞 我失去了 舍去了很多的东西 如果跟随到耶稣只因为没有西教跟主无分 那就太往来了 所以在整个西教里的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17节 你们既知道这是 落去行就有福了 所以福气不是用求的 福气是主耶稣所说的 我们照此而做我们就有福了 这个福气这个福啊 在圆母里面不是只有一半世上的福气 这个跟天上的福气有绝对的关系 我从小在这一处教会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们洗礼之后 我们还要洗脚 那不洗脚就有余主无分 我们还要领受圣餐 领受主的圣力在我们里面 我们还要得圣灵 不然没得圣灵 不能进神呢 为什么今天得救要这么多的一关一关的关卡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难道少一个都不行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号并的第十章 月号并我们来看第十章 我们请看第一节 第二节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 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 第二节目 我们来看第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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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滕 这边提到阳间的语语 这个阳间也是一个表明的 在过去的阳间这个圈里面只有一个门 所以你要进到这个阳间的时候一定要从那个门进去 如果你不是从这个门进去你是爬进来的 这个阳间就是比喻教会 那这个教会的门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这个第七节来看 耶稣说我就是这道门我是阳的门 第九节 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那耶稣为什么说祂是门呢 这个门就是方法就是门路就是得救的条件 所以耶稣就是门就是耶稣所设立的方法 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阳间里面 所以耶稣就是门就是耶稣所设立的方法 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阳间里面 我们得到的这道门是因为我们遵守了神的话 我们得到的这道门是因为我们遵守了神的话 所以正教会传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 这是从耶稣从使徒的那时候的教会所起誓的 所以我们完全地能够回到这个原始的福音来遵守这样的一遍见面 包含了西里西教里面 不是只是仪式而已 在当中包含了我们的对神的敬畏 包含了我们是从这个门进去的 待会我们先收集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带着信心 恳求主,你会带着一颗感恩的血,再带回神的仆人奉主耶稣圣明来替你洗脚的血。 讲试试。 神的仆人借着主的名 替我们写讲 那我们这个讲就是跟主耶稣有关系了 所以将来你要到哪个地方 你要做什么事 你要想一想 这个讲是耶稣所洗过的讲 我们永远要保守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当中有小孩 也有婴孩 这么小的孩子 他可能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因此 因为父母亲对这个信仰有百分之百的相信 所以这个受洗受就是我们父母的责任 我们希望这个讲也走在主耶稣的路上 所以父母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一辈子守住这个讲走在主耶稣的路上 他们将来的婚姻也能够趴在主耶稣的一个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实际上 我们要思考这些事情 我们将来谈几个教训 我们首先来看约翁宾的第十三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约翁宾的第十三章 来看第一节 约翁宾的第十三章 来看第一节 我们看见在整个习教理的一开始是看见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就是说他爱我们世间的人 就爱我们到底 所以连他的身边都为我们来牺牲 所以我们今天在习教理的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们要去思考主耶稣的爱 那主耶稣的爱是爱到底的 那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是爱到哪里的 所以我们要立志我们要爱主耶 爱到我们身边的周围 这个才是回报主耶稣的爱最具体的 最直接的做法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要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 那到底什么是爱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来看第二章 菲利比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菲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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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说我们个人不要当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情。 耶稣的心就是不耽误自己的事,还能够顾及别人的事情。 这个就是爱啊。 如果今天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思考自己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来着想。 这个教会就没有安息。 因为主义说看见我们人类有救恩的需要。 他就舍弃了天生的宝座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爱也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第二个,在整个西郊里,当时的犹大要卖主义说。 所以当时耶稣说你们都是干净的,你们都是干净的,不都是干净的。 所以我们看见主义说的爱是一个彻底老恕的爱。 那洗了之后,用手巾擦干,不留下任何的痕迹。 这是耶稣的圣里,它是完全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过着老恕的生活。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老恕。 我们来看老恕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老恕的第六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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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因此,在这段经文,要我们两件事不要做。 第一个是不要云断,不要随便定别人的罪, 在这段经文里面叫做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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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西教里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我们在谈一个,在整个西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在这段经文里面叫做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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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上。 不是接受别人的服侍。 乃是来服侍的。 耶稣是天上的神。 在这段经文里面叫做释放。 他竟然能够卑微地像一个仆人的形象一样。 他竟然能够卑微地像一个仆人的形象一样。 他竟然能够卑微地像仆人的形象一样。 脱了他的外衣代表他脱去他的身份。 他竟然能够卑微地像仆人的形象一样。 哪一个手经素腰代表他要成为仆人。 他竟然能够卑微地像仆人的形象一样。 也就是蹲下去来替门土的时间。 他一个律师公主。他一个律师公主。 他一个律师公主。 所以圣经说,你们中间伟大的要做仆人。 你才能够卑微地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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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阶级。 没有阶级。 好像比较高比较低。 教会有职份,但是不是大小的区别。 我开始的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那是学习做佛人的一个技巧 所以待会传道人替我们七位洗脚是要蹲下去的 所以一个服侍的人要比被服侍的人要安一节要蹲下去 这就是学教理教训的教训 如果每个店前面都能够落实学教理的教训 我们的教会就充满了很多的安心 大家彼此服侍来学习做佛人 这个教会就有个兴旺期 我们求助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取洗教理的教训 我们要落实在你们的生活之间 那我们现在就要举行这个洗教理 我们先请师请 我们一起来唱两百九十五首 我们将一项呂拍 какой十碗 变���丢に很多遍 一个面� Singing